这主播可以看见救护人员对伤者急救 并赶快将人送上救护车 13号晚上7点多 国道3号306公里处 北上白河路段发生致起严重车祸 深灰色休旅车四轮朝天卡在国道护栏外 车头变形扭曲 车后挡风玻璃碎裂 地上也有些许车客碎片 救护人员紧急将车上车客救出送医 租南驾驶自小客户车 于是操作失控 插状内侧护栏 再插状外侧护栏后 翻覆于护栏外排水溝 休旅车共乘坐8人 除了驾驶是台湾人 其余7人都是来台湾旅游的印尼级游客 其中一名女游客到院前已无呼吸心跳 抢车后仍宣告不治 其他6名乘客则是轻伤 详细事故原因有待警方后续调查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徐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